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幕House 我是阮木花 这个礼拜台股拉出周K线连三红 下周非常有可能会挑战万七 这个万七居然已经到了 让很多从总体经济面 或者说技术面的专家 看到这一波行情 真的是讲实在的眼镜睡一地 对 就连我们这个股市老生家 拥有40年股市经验的杜金龙杜大哥 刚才跟我讲说他图的要重画 杜大哥您好 母王兄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为什么这样讲说 其实不是杜大哥说股市这个线图要重画 是所有总体经济学家都看不见 所以这个礼拜 永丰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黄印基 他说什么 他用16字增研 基本上这16字我就不重复 重点叫三个字叫看不懂 他也看不懂 那为什么看不懂 原因很简单吗 因为总体经济面不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全世界 如果从总经面上面看起来 经济情况都是在放缓 但股市却是一路这个放马向上冲 那三个讯号量警讯 第一个就是铜价跟新价 其实是大跌的 LME就是这个伦敦金属交易所的 其中价格跟铝价 从今年高点分别都跌了10% 原物料价格 尤其是这种基本金属原物料价格下跌 就代表景气不好 这是过去我们的总经判断的一个方式 新价更是大跌了30% 主要反映就是中国大陆的景气 其实陷入到一个停滞的情况 另外就是我们昨天节目有跟大家讲了 10年期跟两年期公债值日倒挂 而且倒挂的时间是史上第二长 已经倒挂了226个交易日 这是1980年代以来 最长的倒挂 纽约联准银行以此 推估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高达68% 就是将近7成的这个衰退几率 肯定 基本上纽约联准银行就告诉你 几乎就是肯定衰退 因为7成的几率实在太高了 那已经高于全球金融危机 或是网路泡沫 叫.com bubble 那时候泡沫前夕的一个情况 各位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警讯是什么呢 就是运价大跌 运价大跌的情况之下 也反映出整个全世界航运的不景气 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不景气 运价跌多少 各位可以看到从上海到美西的运价 年减的幅度高达82% 阿城的运价的大跌 那另外从上海到欧洲的运费 年减也达到85% 所以航运三雄今年股价没啥表现 那基本上今年的EPS 跟去年比也会差非常的多 甚至万海已经进入到衰退的一个 这个获利衰退 就是赔钱的一个状况了 这个整体的亚洲货柜运价 还在急取跌 几乎已经跌回了这个疫情当时 起涨点的一个位置了 等于说航运公司的暴力 过去两年的时间已经不在了 此外我们回到台湾的总经面来看 我们从这个礼拜 中经院公布出来的 制造业采购经人指数 以及标普全球5月的台湾 制造业采购经人指数 这两个领先指标 都是调查制造业采购经人 第一线的重量级企业的经理人 他们的看法都呈现是下滑 而且是一个悲观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标普的情势 从4月的47.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他是掉到了44.3 这掉了非常多 44.1掉到44.3 他掉了非常多 这反映制造业景气在第二季中 已经是明显的转落 而且经理人对未来的这个景气的看法 也持悲观的态度 纵观过去12个月制造业景气 持续是处在一个紧缩期 那5月的跌幅也是今年以来 最高的情况 所以紧缩期就是低于50分界限 那5月的紧缩状况又加剧 那也就是说跌回了年初的 当时的一个位置 5月这个数据显示 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 确实跟股市是脱钩的 所以股市放马往上奔 很多总经学家看不懂 技术派也要重新画图 也应该在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整个5月台股的涨幅 真的是仅次于日经25指数以外 这个亚洲股市涨幅No.2的 大家看到这个台股 以加权指数来讲涨6% 日经指数涨7% 加权指数的涨幅 不逼近美国纳萨克指数的涨幅 纳萨克指数大概也是差不多涨6%左右 那还有呢就是 美国股市里面最猛的就是费半尺 整个5月居然涨了15%之多 印度涨3% 韩国也有涨 但是呢没像这个亚洲其他像台湾 日本涨那么多 那德国呢下跌 荷兰瑞典瑞士澳大利亚还有呢 而中国大陆法国加拿大英国 这个香港恒生指数全数是下跌的 整个5月都是跌跌跌跌跌跌 但是呢唯独就台湾涨 还有呢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费半跟纳萨克指数涨 可见在涨什么 就在涨科技股嘛 讲白话一点台股会上涨也是 半导体AI概念科技股所带动 所以这边就要请教这个杜老师了 那我们如果说从股市的这个评价来看 根据证交所公布出来 去年底台股的殖利率是有4.88% 那这个是全球之冠 如果说我们用5月29号就5月底 收盘的这个52.22亿 加权这个指数的这个上市的市值来算的话 目前的殖利率仍然有3.93% 看起来这个殖利率还不错 有将近4% 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再加上最近的股市疯涨 居然有外资机构把台股呢 上调到1.9%这会不会太夸张 1.9% 1.7%都还没到 他已经上调到1.9%是谁是瑞盈 他的高点预测是这个已经调高到1.9% 那外资今年以来买了超过3,400亿 外资今年火力全开 尤其是1月跟5月 这两个月是大买 那已经创下近9年来的这个买超的新高 那外资的这个乐观的情境预估是什么呢 18,960点 这个是瑞盈 隐含这个台股挑战前五股人的万九大观 他主要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台股上市柜企业 2023年的这个获利会年增6% 真的吗 他都看筛费他说会看年增6% 另外呢电子股的库存去化速度优于预期 这有可能 第三个呢 就终端需求复苏优于预期 可是采购技能人都 这个看法对未来看是悲观 就认为说 不知道中单需求什么时候会复苏 但是瑞盈已经看到说 中单需求 这个复苏优于预期 还有呢他说 原本市场都认为说今年 大概上市会公司的获利会衰退20% 今年第一季衰退幅度是超过20%的 但没有想到瑞盈说 今年的整个上市会公司的获利会年增6% 这个杜大哥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瑞盈这样的一个万九的喊法 我先来讲一下 我们台湾在民国87年那时候从10256 有跌下来跌到5400 5400刚好跌将近4000多点 后来V转真的转到10393 民国87年 那时候刚好我们流行一个叫DACON D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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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赶上这个 所以我们 2年前是10256 后来 那时候要 連战要选总统 10393 后来才奔盘 那我们去年不是18619 得了将近6000点 到现在反弹超过0.618 就有人说我会串历史先高或是万九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又跟当年 估计成一个M头 当时10256 10393 那我们现在18619 如果说万一你真的串新高 那不是又是一个M头 所以杜大哥就是把现在目前的情境 就是回推到DACON BABO 2000年的时候 那个图 可是我等一下要讲我个人的观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不是叫做DACON AI DACON AI 对不对 以前说DACON AI 因为AI是一个梦 有的人说是真的 可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以后才会说 先这样讲 那等一下外资有三个条件 我再来讲 我先做盘式的分析 因为我刚才一进门 就跟慕华雄讲说 因为他按照技术分析 他突破5900点反弹 0.618的位置是16331 突破啦 对我这边也有讲过 那在技术分析的话 你突破强势反弹超过0.618 你就有可能去挑战我们的历史新高 那你在16331 台头一看他有三个高点 一个是16811 6月1号的高点 去年6月1号 6月1号 就是17700 这是3月3日 再也就历史新高 1月5号的18619 那我们 假设说 我们这个 以前我们经常说 这边是A波 这边B波 那我们现在 不管我们从12629开始 重新规划一个新波段 你从12629到15151 这个叫初升段 这一波的初升段 不管说B之1 或是另外一波的一个高点 这边涨了2523点 那第二波回到13981 回了1170点 回大概47% 大概一半的位置 那我们从这波开始算 我们现在就是主升段 因为主升段 为什么定义为主升段 你只要你的涨幅超过初升段的2523点 就是叫主升段 那我们在前几天高点是16 683就已经超过 今天又到1670 周五的时候 周五上到16700点之上 现在又超过了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叫主升段 主升段他会不会 这个目标到1681 或是更高 我们就拭目标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在初升段的话 那时候1月30号最大量是3500亿 我们在5月30号冒了4000亿 那时候MSI盘后 做1400多亿的一个交易 所以你这个主升段有 那我们暂时把它定义为 现在在走主升段的这一波 完以后有一个第四波 他只要不破 第一波的高点15152 这个五波段的上涨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第一八九个月 反弹八个月 是费波兰西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6月份 因为今天又在串新高 这是我们从技术分析重新规划 我们的图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刚才那个外资有几个条件 我们用这个来讲 我们1到5月份台股是涨13% 刚才梦华兄是讲5月份 那你看到 道琼 美国道琼是归零高 跌2% 归零高 那上海也是跌 5月份跌 今年只有3% 没有错 日本是最强18% 所以没有错 日本 台湾 那我们台湾 5月份涨 也是跟1月份一样 涨台积电 因为1月份台积电涨19% 5月份台积电涨11% 所以 都是涨的台积电 跌的台积电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贬义比已经18倍 我们记得去年10月份的话 台国贬义比多少倍 9倍 现在已经增加一倍了18倍 那殖利率没有错 殖利率4% 那你用这个殖利率4%来讲说值得买 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61年来台股的殖利率就是4% 所以4%殖利率是台湾合理的 殖利率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们这个 那就是 那另外因为我们贬义比为什么18倍 因为我们今年上市公司的获利衰退 可是瑞盈说会成长6% 我不知道他看哪一个报告 因为我每天都在看研究报告 集中市场研究报告我看了380几家 OTC100家 我到昨天 未来这家 我昨天特别打 我们去年跌8% 今年跌21% 20几% 去年获利摔跌8% 今年23% OK 23% OTC是小跌 所以他讲OTC加集中虽然是正6%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就跟我们主技术的GDP一样 把今年的第四届GDP增长5.77 有没有 这个 这个是 你是出身段 我们叫做资金行情 基本面不好 总体经济面不好 股市会涨 这是在波浪理论里面 解决我出身段你的GDP不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跌生 我开始要做出身段完蛋 完以后主身段才做GDP的一个东西 所以 从这个资料来讲 我认为 这里面应该这几个条件 不是他讲的 像木画熊讲的 这个条固存有啊 我们经济部也跟我们讲2Q本来谷底 现在包含3Q 有没有 到3Q不行就跟你讲4Q吗 有没有 有在延缓 可是这一口整个大盘的一个气 就是台湾反弹 其实我们知道 道琼反弹也是从低党上来跌幅的74% 我们台湾到今天也大概 差不多60几了 那道琼72开始做回党 会办是74 反弹74也开始回党 那台股今天可以反弹 前几天是60几嘛 今天大概66左右 所以台股如果 跌增反弹不超过72%到74% 会跟道琼跟会办 一样的反弹幅度 所以我们暂时说 你现在是第三波的上涨 有没有第五波 这个我们随着道琼跟会办 来做一个判断 好 这个杜大哥是 本益比是推估出来 全占的全占 全占12个月的本益比 18倍 18倍如果以海股上罪公司 这个获利是衰退的一个模式 预估出来的 这个确实本益比是高 对 就代表说现在买股票不见得便宜 那外资瑞银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乐观情次 那当然还有这个可能悲观 还有中性 所以说乐观情况是这样 不代表情况一定会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是乐观的情况是这样 那当然杜大哥刚用他的一个评估讲说 现在目前非常有可能是在走一个 所谓的主升波 那包括价量也有在配合 因为量能也报到4000亿 而且日均量大概都有3000亿 所以这个量确实是有这种主升波的味道 至于说这一波真正过去这三周 这三周上涨最主要是AI概念 并不是过去之前什么军工这些概念 但他们也有穿插 也有在涨 重电军工也有在涨 但最主要还是涨这个AI概念 比如说最猛的一档就是伪创 对不对 股价都已经快攻到快80块了 对 从这个今年伪创的股价涨幅已经是相当惊人 如果我们看整个5月来讲 我们刚刚讲说台股价钱指数月K线 收涨999.6% 其实最猛的一档股票就是伪创 5月的涨幅高达43% 一个月涨43% 那伪创涨43%之后 6月继续往上狂奔 6月继续往这个礼拜继续往上狂奔 大家可以看到 辉达的AI族群走势分歧 AI的要效要退了吗 为什么讲走势分歧 因为这个涨幅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这边有列出来 相关的这个像鸿康整个5月涨21% 南电只有涨10% 技嘉42% 技嘉也标准的 这个被黄仁星点名的股票 双红涨8% 所以散热的部分 双红5月表现并不是那么强 还有国际才有2% 创意就很强50% 继续创新高 景硕5% ABF载版三雄5月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动 微星14% 这个板卡的技嘉微星 技嘉明显跑赢微星 另外尾创43% 台达电只有5% 广达35% 还不错 略光头控10% 齐鸿24%也是做散热 旺溪26% 晶圆电封测的14% 联发科14% 鸿海只有涨不到2% 四星KY也将近4成 所以四星KY创意是双箭头 还有尹威11% 金测3% 台积电11% 另外微影也是这一波主要上涨的 不过整个5月份微影股价是微跌的 那我这边就要请教杜大哥 就说这个AI狂热下面 到底哪些股票是涨真的有实质面 哪一些只是来凑热闹 因为我们今天周五露营 周六礼拜天是放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凡人星去吃哪几家 小吃店 藏银头 季季 现在都客满 所以大家 民生社区那一家 民生社区那一家 好几家 他去好几家 现在都客满 所以所有股票赚钱 丸佑也去挤那几家的小吃 就是最佳代言 那我们看一下 我大概抓了几支 像所选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其实有一个遗例 有人是说 那个是大陆挤单 给樊恩兴 丸佑樊恩兴现在跑到大陆去 所以好像他台积电后来的这个云收 也没有大幅的增加了 就是有人这样传 就说这个飞达的这个云收大幅成长 是大陆的一个几单的效应 这是以后我们再说 那台积电就是首显 就是这一波也是因为台积电带上来 而且他够了巴维特的环线546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早期那时候 在560说大阪是1681 我们过吧 我们给他568 那在我们刚才讲的17700点的话 台积电的高点是602 602 所以你有看到台积电撞到六字的 大阪就会到1770年 那历史性高就688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首显台积电应该是真的 有这个题材是说 有没有那么多 这是我们再讲 那另外来讲的话 创意 今天我们录影的礼拜五 创新高又拉回 因为已经创新高 尾盘压下去 压下来 那因为他是股本13亿 所以来讲的话 他其实没有AI这个效应 他就没有那个凡人性效应 他就其实都是在聊天机器人 做首显的一个动作 这是最主要是股本想 这是真的有这个题材 那刚才末华兄讲的伪串 他从民国 分割出来以后 从民国92人有这样 我在这张投影片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历史新高 70.1 在96年的10月7号 今天礼拜五串新高了 礼拜五已经过了 而且又长更多 所以投信 就开始去守单守他 所以你看 穿历史新高的 手加电子五个 而且他最主要是 他五月份的 整个月份的A金量 是串历史新高 量价七样 如果存K线图完以后 你这个A的量能是有史以来最大 大家记得我们的 那个伪串的AK线连七红 这个月是第八红 所以我们刚才讲 不只他有好多的 像这个重电的华城 也是一样 AK线连八红 那伪串这个月 你看上个月 那么长的长红线 这个月又再穿新高 这是我们提出来 汇波兰西的第八个A 很多股票有串历史新高 伪串其中也是有效的 其中一支股票 伪串 嘎空嘎死了 对 伪串的人被赔死了 伪串现在的MQ报告 他的EPS 换算的话 便宜比稍微高一点 因为如果除非 MQ要去把他调高这个EPS 如果以他 以现在他的股价 七十块以上 除以他的EPS的话 便宜比是 有稍微偏高 因为他这一波 真的是非常凶悍 他EPS大概就4块5块 对 可能有人估今年只有3块多 对啊 我这边有EPS 有没有 七年的话 这边4块多 有没有 那配息也不是 只是说 他因为他有子公司 维影 维影的话 有聊天机器人 本来在维影长的时候 他又长上来 那现在他是电子五哥 里面的其中 第二好的 第一好是管达 就是我们大概等一下会讲 那技嘉这个板卡 他本来就在做回档了 后来 现在又串新高 那在里面的话 这个板卡 就说以前是一颗苹果 就台湾 现在是一张显卡 就台湾嘛 这个是以前的相同的故事 那这张显卡的话 GPU 有没有 突然间把整个这些股票都拉上来 那技嘉里面 这个板卡里面就以技嘉 像说散热有的人是说 那个红准啊 这个比较多嘛 所以上下中油 像说很多很多说 红专测试 一直去用那个日月投控 可是因为他股本打 有没有好像拉的比较吃力一点 就是板卡是他 那再来就是 比较跟得上来以后 因为电子五格 英雅达 能保 能保其实都配席的 他不是这个 那英雅达也是一样 跟得上来 所以刚才有讲说 那几个是真的有跟上来 可是英雅达 因为他也是电子五格里面的 你看到他他后来就开始跟上来 那另外能保也是本来就 配席 质利率比较高 那可是他不属于 他是电子五格里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AI的概念里面 这一支就相对比较 好像有跟上来的几个东西 那另外广达跟鸿海 我们等一下再讲 杜达哥讲说这一波上涨 就是过去是AI 这个.com bubble 这一波是大AI 那一个板卡 一块板卡救台湾 过去是一个苹果救台湾 所以时代变迁 这个大家观念要转一转 股票我们要跟着时代跟趋势走 那另外呢就是说 最近大家也在谈 说这个漏松超车海公公 漏松就是广达 因为广达那个时候在1999年 那时候要挂牌的时候 还真的有很多人以为广达是做漏松 这不是开玩笑了 做漏松的怎么变股王 因为当年广达股价曾经涨到850块 做了这个一年的股王 那时候卖漏松居然那么好赚吗 850块钱的这个股价 在1999年的我记得6月7月的时候 他就涨到这个850块 那事实上这个讲说漏松是这个开玩笑的 广达乡 但问题是说不开玩笑是什么 广达的股价真的百配色鸿海 你可以看到 这两家公司比一比 怎么比呢 我们先从近5年的EPS来比 广达它的这个EPS 是节节有往上升 从2018年的不到4块 到2021年的上到了将近快9块 那去年比较差跌到7块半 那鸿海的这个EPS 2018年当时是8块多 是这个完胜广达 但是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 他的EPS10.05元 其实跟广达已经差不太多了 那市值的部分 鸿海当然还是 台股所有上市位公司里面市值 第二的1.4兆 但广达的市值也逼近4000亿了 市值真的今年是大暴增 因为他今年股价大概涨了6到7成 这边就要请教杜达克 到底是肉中海还是海公公好 那我们来讲广达 大概刚才那个慕豪兄没有错 广达在那个民国88年的6月10号 新高点800多 800多 那时候广达上市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某一个机构叫做 我在大瓦自营商 我们有一个叫真实会 每次都会请speaker来 我就请那个广达的发言念 叫李杜龙 因为他父姓杜 这个拿起来来讲 而且我那时候在做自营的 真的买广达赚钱 华硕广达 所以当时他真的很难 那完以后你看到 休息了非常久 而且这个电子五哥里面管达 以前大概都是在很低 那这一阵子 刚好这个AI效应完以后 他大幅突破 所以里面 其实在这个伺服器里面 我是认为管达是最有利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现在已经超过超车 那个鸿海了 鸿海因为 现在经常有流行两个人 手牵手去看那个 看台 以前林百里跟郭台铭不是手牵手 他说他不做笔记带来一次做 这个是很有 现在是郭董跟自批吗 跟那个 他们有手牵手吗 没有啦 下一次我要请沐瓦兄 我们两个人去看夕阳好不好 那新闻有点大 现在都要两个男年去手牵手去看 所以来讲 这一波真的是管达超过鸿海 而且你没看到 我们00878里面的很多持股要没有 都是把他振入成分股 所以我们从这个K线图来讲 这管达的四个坡 而且他这边量也是很大 这是我们长期的走势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我们画的他最主要鸿海 鸿海其实他其实涨最多是这边 从37.5涨到370涨10倍 后来他就也成勤 他就是说赚10块 现在赚5块配5块 所以鸿海就变成落入去说 我云收没有大我成长 可是我固定配股配息 所以他目前来讲 他股价很多人都说80到110 那最近外资买了20几万丈 涨到110几又陷入盘整 只有4年前他要选总统的话 想要选总统涨到130几 所以他在电子五哥里面 其实他虽然有电子 电动车有这些 可是好像对于他的股价 激励没有像管达这一波 涨无那么凶 股贬太大 而且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转投资越来越多 那我用中长期历史评比法 为112年113年写NQ报告 还有我们贫益比 股价净值比跟殖利率 管达跟鸿海比较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那个孟华雄讲的没有错 这管达的这几年的成长 今年大盘 我们认为益估会跌20% 管达小跌 鸿海就跌了22% 那明年的话 鸿海因为积极低的话有成长 可是管达还是成长 所以你看 我们七年有成长 今年有成长 明年有成长的EPS 这个是很难得 那另外一讲话 PB的话 鸿海真的是一倍 因为他股价没有涨很多 所以他PB是一倍 管达有稍微上来 那殖利率的话 两个大概多 差不多 那最近因为管达 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从中长期历史 评比我来评这两支股票 是说短期如果有这个moment momentum的一个东西 是管达比较充 那如果说万一有回党 以前很多只要回党的话 他都说喜欢买鸿海去当做抗底的股票 我们这两支我们交易 大家做比较 好 杜达哥这张借我一下 那个鸿海就比较防御性 那广达是今年股价真的是跑赢鸿海很多 对 鸿海今年股价涨幅大概在六七% 六七%左右 大概五% 五%六%左右 这个加上这礼拜的鸿海的股价上涨 但广达今年股价已经涨六成 对 那不过刚杜达哥讲就是说 不管用未来两年的EPS去评比 或者说用PR去评比 或者说从这个殖利率去评比的话 看起来广达确实在未来两年 在他的冲进上面是比较强 比如说刚杜达哥讲说 今年大盘跌20%是讲那个获利会 上市公司会衰退20% 但是你可以看到广达的话 他还能这个获利还能增加 就预估今年的获利还能比去年增加 因为去年的获利是比前年掉下来 今年大概比去年增加 可能后面还有再往上升的动力 提供大家参考 好 我知道我们观众朋友很多人有海运股 所以有航运股 有航运股就会敲碗说问杜大哥说 这个航运股到底要不要去参加除息了 因为今年习值都非常的高 那所谓最懂航海王的男人叫做颜董 就是台华投控的颜逸才颜董 他说在美国现长约签订之后 运价大概已经确定落底了 他说未来运价要再大跌的几率不高 不过他也提醒说 明年2024年恐怕会是航运辛苦的一年 到2025年航运市场才会慢慢的恢复 我们来看到这个已经公布出来 长龙的现金股利有70块 阳明有20块 那如果我们用5月29号的收盘价来算的话 我能值利率高达3到4成 那对于手上已经有这个股票的人来讲 严董是说你可以继续放 空手的人適度评估进场 他说现在投资长龙阳明风险比较低 当然比较低嘛 股价都跌下来 他说只要不做短线报2到3 你有机会获利3到5成 真的吗有机会吗3到5成 杜大哥叹了一口气啊 看起来好像不太认同啊 我先讲长龙好了 等一下再讲一下 长龙的话大家记得 他这一波长这样嘛 那现在回答 那其实股价的话 那能不能报大家其实看那个收盘价每天 我认为K线走真的是不会骗人啦 大凡再长他都躺成在那边 他有一个护生物在那边就70块嘛 那他现在70块哪一天要除息 6月30号已经确定了 6月30号 好所以来讲的话相对他有减值 那我等下来再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 所谓高股价的迷思 大家如果说以昨天6月1号 他的收盘价是154 那因为你154把70块扣掉 所以来讲的话他变成70块 那个所谓84 84的话你去除以他的一个股利 你算出来我们有一个叫做 那个所谓的平比 所谓我们平常叫本益比 可是殖利率还没有 我们叫殖利率以前还没有 殖利率的话 我们会用证件投资联报酬利 所以用1除以本益比的倒数来算 那你不要去算他这个EPS是87块 你要用奇末古本 因为他奇末古本减值完以后 他的EPS就增加到157块 可是今年NG&G他的EPS是6块1 明年是雇0.25 明年会出现亏税 阳明的话今年是51块1PS 没有去年是51块7 今年0.35 明年户1.27 阳明今年几乎不赚钱 不赚钱已经腰斩91% 明年转盈为亏 所以这两个男人 握手是两个一起玩大幅修正 再也就转盈为亏 那我们这样的话你不要用 因为你现在的股价 把这个70块捡掉完以后 你用这个股价去除以EPS 我们这个叫做所谓政见投资人报酬率 大概13倍左右 1除以13倍 他的殖利率大家记得只有7% 不是44%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在6月30号完以后 我的钱左手换右手 所以你的股价就上来 完以后你算的EPS是6块多 所以你这样一换算 你的殖利率现在大概7%左右 7%左右会比稍微高一点 所以有很多人都闷闷说 他如果40几块有没有 殖利率40几% 会有填写的东西 等他除息完后 大家要回归他的基北美 两个是大五衰退 或人是开始赔钱 就是大概以这个 就是长农 我们再看阳敏 阳敏的话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他只配20块 一般来讲阳敏的话 大家记得他公司 就是我听以前亚敏的董事长 那个罗董事长讲 亚敏的银工90%都在50块全部卖掉 完又喷出去 所以他如果现在60几块 除息完后搞不好50几块 他就回到全部银工卖的价格 所以我认为这两党 常总是比较严重 亚敏因为光股的关系 所以相对就没有那么大 我的建议就是说除息完后 两支应该回归基北面 所谓基北面就是说 今年EPS大五衰退90几% 明年两支都目前估 因为有的看出来 他们有人说比较乐观 尤其像说2Q有人说 他有调印价 可是看起来股价好像没有反映这个东西 那就会反映他的基北面的一个 所谓的有盈转亏的一个衰退 好 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有44%跟32%的节日率 刚刚杜达哥已经算出来 如果用证券投资人报酬率来算的话 事实上44%等于7% 7% 那这样子一个情况提供大家参考 那更何况刚杜达哥讲说法人预估 这是法人报告出来的 法人预估明年这两家公司都可能会转亏 所以手上有航运股的人 可能大家自己要考虑 我想严董也讲的没有错 明年会比较辛苦 因为亏损嘛 虽然当然 但度过明年之后 说不定航运股又有机会 好 最后要跟大家谈一个 杜达哥的最新的课程 大家知道杜达哥在股市里面半世纪 台股60年 杜达哥几乎全部参与 所以有 这个不败全攻略最完整的技术指标的一个课程 要推给大家 那这个课程是由EASY清中学院所推出来 您只要现在目前这个参与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优惠折扣码 各位看到这个优惠折扣码是0710 大家可以把它抄下来 0710MVP01 这个优惠到8月4号截止 那这个课程的内容有什么呢 各位看到 第一个呢杜达哥会讲这个图表型态的解析 第二个呢 还有计量化的技术指标 另外第三个基本分析跟价值分析 今天所讲的东西呢其实在课程里面 杜达哥怎么去计算这些事情 那图形怎么画都会告诉大家 那有彩蛋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用募资的方式 这个EASY清中学院是用募资的方式 募资达标300人 杜达哥会免费解锁加证第10堂课 然后呢杜达哥呢 这个2024年台股展望 预计呢时间第二 2024年第一季 也会在这个彩蛋里面赠送给大家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快这个 来报名这个课程 杜达哥你要不要讲一下 您这个最新课程 其实这三十几年来 我的会精华就是这个 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 那技术分析我分为图表 跟计量化级指标 就是说掌跌盘这三个字 那技术指标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平均线KD MACD 那我有做实证 那用把这些你的买卖给 跟大家讲比较实力的东西 就像说我们最近 我们不是连线欢扬嘛 走扬嘛 那短波段 他就有助攻的重要 所以图表形态 缩辑非常完整的 61年来台湾的 大盘跟个股的图表 技术指标里面 我早期就最早 在民国81年就发行技术指标 用在大盘个股 所以技术分析我们偏固比较大 那这个是这两个 那基本分析的话 大家看一下我那些很多总理指标 都是从民国61年的 贬益比值利率 股价净值比 还来在 后来我花了十点时间 把我们的悬股圣经 个股的一些K线图 还有EPS都介绍 所以来讲的话 价值分析 大家会看得到 我刚才拿的图形都是 从他上市到以来的 他有他的EPS还有股利 这一家 还有刚才我们讲的什么 长龙海印的高质利率的迷思 都会在价值分析里面去做 所以这一面 比较偏移总体经济指标 就是GDP GEP景区对这些 那个M1B 外销订单出口 这个 那这个是孟华雄很专长的 这个总体经济 那价值分析是国内 我所及非常完整 从民国51年的 每一家公司的EPS 我通通把它做非常详细的 所以这两门课就是说 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 这里面的这几堂课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亲自来跟大家上 你也可以在上课当中有什么问题 在当场来问 难得 因为我以前在政府机构里面 上了非常很久的 二十几年的这些 这三门课 那请大家 有空的话多多来捧场 所以这个实体加线上课 当然先以实体课程为主 那我们这个EZ金融学员 是采募资的方式 募到这个一定人数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课 所以呢 大家赶快上网去报名 就是刚刚杜大哥所讲的 这所有的课程 都是他毕生的精华 那详细的内容的话 您可以上EZ轻松学院的官网 找寻相关的资讯 今天非常谢谢杜大哥 杜大哥的这个课程 真的是非常宝贵 所以我们最后介绍给大家参考 那我是阮木华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 准时收看我们节目之外 把我们财经木house 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面对通膨物价的大幅上涨 投资创造额外收入 已是现代人必学的人生课题 这堂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将带给您最完整的技术指标课程 大家好 我很荣幸也轻松投资学院 合作 募资我的课程 本课程叫做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将是我累积半世纪的统计 所归纳出最继系统性的综合指标课程 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将你12种图表形态理论 让你快速理解一眼看出个股优劣 25种技术指标全收入 所有指标都将助你提高投资胜率 正确的分析方法 加上正确的投资策略 帮你获利极大化 我是杜金郎台股实战半世纪的我 将用最轻松简单的教学方式 将你把各种图表指标理论 从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从入门到进阶 杜金郎老师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教你正确研判买卖时机 掌握股市趋势 欢迎你来轻松投资学院 与我一起贡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